兄弟们如果你没有领略过孟雷张大仙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巅峰时刻 并且你又对露娜这个英雄爱不是手 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来看看同时期天花板级别的有痕操作 注意看这波被对面四人包围如果是一般人 恐怕已经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但有痕早已和露娜融为一体关键时刻所激发出的潜能 以她本身的自信合二为一堪称恐怖 如此极具观赏性的操作大家确定度深入了解一下 进入游戏这把对面刚开始就要给有痕上强度 直接四人上来入侵蓝区 并且辅助跳上去也没能帮有痕收下蓝buff 还白白送给对面一个人头 后续对面就连小乌龟也不打算放过有痕前期直接填崩开局 接着第二波蓝区刷新对面再次卡点入侵 虽说此时有痕已经有大招 但碍于有冬皇的缘故因此放不开手脚 刚上去就被一口吸住状态瞬间残血就只能断大跑路 好在后续点位与队友脱节被我方激活有痕的蓝板才能顺利拿下 拿到蓝buff的友痕随即开始反击这部配合大师一套瞬间带走诸葛亮 紧接来的上路准备配合大师来部极限越爬不料出现意外 后续更是因为伤害差点让冬皇撕血逃生并且此时自己也被包围 好在关键时刻有刘邦大招才逃不一几 但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友痕在舒服发育几分钟后 直播在对面红区抓到大小姐破绽将其轻松拿捏 后续在骗出东皇大招后诸葛亮在面对友痕的操作没有招架之一 拿到优势后友痕开始接管对面野区再看到诸葛亮的瞬间不断上前输出 没想到与东皇来了的脸贴脸好在有刘邦才能开始翻他 但路纳界有着一个传说这是路纳的极限不是友痕的上限 回来的速度永远跟不上友痕的操作 这波与大师二人进对面红区结果被四人包围 在东皇大招交给大师后友痕终于可以无所不计发挥自己全部实力 随后友痕又在高地上演一波天秀操作刚出来的点围 在友痕来回飘逸的操作面前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游戏战至17分钟友痕随即决定要结束比赛一马当先开始操作 后撤步骨蝶窗发等绝技一展现大小节更是在不经意间就领了盒饭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友痕直接飞进敌方水泉看起了非白电视 不过无伤大牙此时兵线竞卡队友也能顺利终结比赛 最后大家怎么看